公所9月3号在吉安苗圃园区举办太鲁阁祖感恩祭活动 族人们换上族服 除了以歌舞感谢上昌 现场还安排一连串生活记忆竞赛 希望透过活动结合教育传达给在场族人 也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认同文化背景达到传承目的 虽然台风警报发布 但不减太鲁阁祖人的期待与热情 吉安乡一年一度的太鲁阁祖感恩祭活动 9月3号如期举行 吉安小兰游淑珍也换上了太鲁阁传统族服 表示对各族群文化的尊重与重视 在每年进行德鲁古族 我们的感恩祭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感动我们的祖邻 为我们的护佑 感动我们部落的族人 为我们坚持来捣我们的米 来剥玉米比赛 来扛我们很重要的这样的农产 来作为一个竞赛 而且今天也把我们到位的德鲁古的美食 都跟大家来分享 针对于我们部落文化 记忆的传承 我们一定要保留 而且还要让我们代代的小孩 子孙都能够知道 而且能来参与 这就是我们举办 吉安乡德鲁古族 我们感恩祭文化非常重要的烙点 跟重要的传承 族人们换向族服 除了以歌舞感谢上昌 现场也安排了一连串的生活技艺竞赛 包括竹筒饭制作 倒糯米 巨木头 传统碑龙接力 新火香船等趣味竞赛 除了各村族人参赛 现场来宾也主队挑战巨木头 场面热闹又有趣 乡长游淑珍表示 每个传统记忆都富含着 深远的文化意涵 希望透过活动 结合教育 传达给在场族人 凝聚大家向心力 认同文化背景 达到传承的目的 谢陆惠 吉安乡报导